一片翅膀中间都绕一圈 这样它的翅膀造型会比较好看 热完之后中间是没有一个 有空的就可以了 就只能把翅膀造型做一下就可以 下面是这个方位的做法 有三个方位 首先剪一下一个这样子的小纸片 然后三个方位的制作方法是一样的 这个剪的时候因为比较细 所以先剪最里面的 就是最里面的这一圈 从下往上面剪 在剪的过程中整个翅膀会被凹出那种纹路 就是纸会变成褶皱的那种 但是只要注意不要把纸片弄断就可以了 这里边剪边弄转质片就可以把这个里面的 弧度剪出来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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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铜丝在右线缠绕1厘米长度 再放上这个带有匀纹的一个翅膀 然后把这个地方折过来 从最开头的地方放上去 这里一定要注意不要弄断了 就是轻轻地将它折过去 再进行缠绕开头的地方 缠了0.5厘米之后 再将铜丝对折到后面 先用线绕几圈固定住 然后再把前面这个地方捏一下 将后面的铜丝藏道纸片背后再进行缠绕 这里呢它是有一定的弧度的 就是这个类圈的地方一定要叠线 就是缠的比较厚一点 就是这个线多绕几圈都没关系 就是缠后几层都没事 就是上面的地方 上面的这个有弧度的地方 不要缠重复了这个线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缠就不会滑线了 这个线也不要刮到这个最旁边缠好的这个 尖尖的这个地方 下面的话就可以多绕几层 绕的比较厚 这里绕好之后可以把这个地方折过来 然后再进行左边的缠绕 在前面这个有弧度的地方 插好之后 后面的部分就比较简单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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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完之后 在这里打两个结构定一下 这样一个带云纹的凤尾翅膀就做好了 这是做好的三个凤尾 接下来是头 剩下的就是这个头部的地方 这个是身体 这个是头 然后这个是头上的一个小装饰 这三个的话顺序一定不要做错 先做这个最小的部分 然后是这个最后缠绕这个部分 这个做法是跟刚刚的凤尾做法是一样的 去除两根铜丝 这个我这里一长一短 是我刚刚剪掉用剩下的半根 这个第二根可以用短的 也可以跟第一根一样长 大概12厘米长度 前面呢同样需要缠绕 大概0.5厘米固定住之后 再放上上面这个纸片 到这个纸片最中间的地方的时候 去除其中的一根铜丝 翻到下面来 然后呢这个纸继续缠绕上面的纸片 这里再绕到前面的这一点 之后呢需要放上这面 这个小装饰的部件 然后首先对比一下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呢大概是正对着这个尾巴的结尾地方 对比好之后放上来 将这个小部件放到这个纸片的背后 就相当于在这里加了一根铜丝 然后正面继续缠绕 这个线头和铜丝合并到一起 然后要看一下背后有没有留白 这个纸片绕完之后再把这个铜丝 大概绕0.5厘米的长度 然后再放上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剪好之后是这样放置的 将它翻个身过来 再放到这个铜丝上面 千万不要把方向弄反 那么多olen 纵一两个字 那不便宜 解止